2018年最后一天,葛道电视台跨年晚会都在拼明星,拼人气,这里在讨论谁唱歌跑掉了,那里在讨论这个排了哪些明星,但还有比跨年晚会更大的瓜,王宝强离婚案,马若铭玉权案因审宣判,和宋哲的二人职务欠占案因审宣判,两件案例被报送郑微博优秀案例征集, 微博政务公开征集2018年上半年度正微博优秀案例,经法往事12月31日报送了四件案例,马若铭和宋哲的案例,就作为其中两件,一旦入选,恐怕就会作为爱见典型,马若,宋哲两人,也将会被钉在尸入柱上。 2016年4月,王宝强微博发称,马若出轨宋哲,要求离婚,同年8月,马若认为王宝强微博所发侵犯名誉,寄述王宝强。 2018年2月,王宝强马若离婚案一审宣判,鉴定王宝强不构成名誉,不回了马若的诉讼请求。 同年6月,二审微致原判,宋哲等二人职务侵占案,2018年4月一审宣判,宋哲职务侵占罪,被判处有期徒刑流年,不上诉,判决生效。 微博消息已出来,马若一方的坚定维护者小小的比,疯狂吐槽案例的优秀,称有很多看不明白的地方,马若案件没有关键证据公开,其他三个都是公开了详实证据的。 怎么就马若的案子不敢公布呢? 小小的比一直是马若的粉丝,前段时间马若被打事件,他也一直在和网友打口水仗。 他的微博从2016年开始,也基本全都是马若相关的信息,网上有传言这位是马若的表弟,但是从微博力挺的关系上看,真没有那么简单,简直是誓死为虎。 马若王宝强离婚之后,王宝强一方基本是沉默的状态,从不再公开场合提起,反而是马若一方一直在微博造势。 马若离婚后接受采访称没有出轨,马若喊话王宝强八点键,王宝强打马若,马若一方称王宝强包让小三五年,全是去瓜大料。 值得商榷的是,如果真没有出轨,为何会判决马若名誉维权失败? 王宝强打马若这种事件夜市实锤,如果错的真是王宝强,为何他时隔几天,还能这场出席活动? 马若一方也就是敢在微博喊喊话,真的有质疑,何必一期要求公开证据,干脆再起诉好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感谢观看